為定提供全體市民 外用科技 獨立科技的營業 來設應未來快速變動的社會化生活 江議市政府日前在加議文創橫区 修讀基盤全民參務的科技主責提案交流會 起因超過五千月民眾進入交流 江議市長民會也特別交流 親身來提案在地匯科技 所帶來的方便合作 江議市長民會在華東的現場 一日來提案到合同方便去人 這次專屬於自己的因子 提案到建流集集棒 甚至發生成為賽車手 來操控地靈收車 算得很高興 而且還含現場的新租共同提案到手做工作風 比賽八十八九 環車聲不斷 這是江議市政府日前在加議文創橫区 修讀基盤 甄林參務的科技 主責提案交流會 希望透過華東參與大人交流 這回探索科技二廟 創作美好的未來 在智客處的完整的一個推動之下 也得到了今年永續的金獎 那在這一個金獎當中一個重點 科技就在生活中 生活當中是全民都可以共同來了解 共同來享受 共同來體驗 我想我今天看到那麼多的家長帶著孩子 孩子還抱著不肯走 不肯離開 可見科技原來不是可怕 是很自然而然 當然嘉義市從小到大 我們一直重視科技人才的培育 我們希望能夠成為雲嘉南中心 我們在對於科技產業的推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培養科技的人才 對於人才的培育 讓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未來來這裡投資 我們最好的人才都在雲嘉南這地方 而嘉義市是人才的製造者 我們希望這樣的培育 讓所有的孩子 能夠發揮他的強項 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張科技主席提案交流會 現場我們一台為各有不同的創意點下 但現場奉陪的科技領導 對中包羅萬象 讓市民黨手算科技領記理 快樂主席也成功來發揮到 科技應用和黨手主席的創客精神 參謀民眾混混驚慌 科技館來這年好勝和出味 也重分典型到嘉義市政府團隊 定力在推動真林科技力 中葉創新猶豫的教育來農得 水星新聞 杜丁孫翁先生 嘉義奇 蔡宏伯德 未永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